暖暖不是你的亲生女儿,我念在你收留暖暖这么多年的份上,我不会对你赶紧杀绝。 叶先生,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 哼,我现在要送暖暖回家,回头我会和你亲自算账。 记住,不要想着逃跑,因为你根本就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 叶明爵讽刺地笑了一声,随即就转身朝自己的车走去。 回到一弯以后,已经是下午一点了。 先生夫人,您梦可算回来了。 先生,夫人,张马已经把午饭都做好了,二位快进去用餐吧。 嗯,这里有一些我需要的东西,把它们都放进我书房,等一下我过去会用的。 是。 叶明爵则是揽着暖暖走进客厅,一顿饭吃得很安静,今天暖暖的饭量好像少了不少。 怎么,吃饱了吗? 嗯,吃饱了。 你想要做什么,我会陪你做的。 不用了,你先去忙吧,我现在想休息一下。 好。 最后,叶明爵抱着安小暖进了房间,安小暖躺在床上休息。 叶明爵直到安小暖睡熟了以后,才轻手轻脚地离开房间,转身去了旁边的书房。 爷,您让我处理的事情,已经处理好了。 呵,和雅辉那个女人一直欺负暖暖,既然她那么宠爱她的女儿,那就让她去陪她的女儿吧。 是,那林胜怎么办? 先找人看住她,我还有钥匙要找她问清楚,我相信她跑不了。 是,哦,对了,最近英国那边有一个合作,需要您亲自去一趟,是关于咱们公司投资的珠宝项目,还有房地产的合作。 喂,任夕,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了,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?什么?是真的吗? 嗯,是真的。 既然是这样的,我就恭喜你了,以后照顾好自己。 嗯,那就是这样吧,我还有点事去处理。 好。 拜拜。 叶明爵抬头,看着站在那里的叶姨。 刚刚是任夕打电话过来的。 我听到了。 嗯,你去给我订一张去英国的机票吧,明天我会去英国的。 是。 我现在就帮您订。 对了,要订三张的,我,暖暖,和你一起去。 是,属下明白了。 嗯,好了,你先回去吧。 是,那我就先走了,你好好休息。 嗯。 嗯。